说来也奇怪 有些人偶尔一次瘫痪 小孩就有了 而有些人只备孕就要备孕大半年 但是肚子此此不见动静 为此我还特地问了一下相关的专业人士 才知道女性易孕不易孕 与这些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一 作息规律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加班几乎成了大多数人的一种常态 工作劳累 压力大 饮食臭合等一系列因素 很多人的身体也常处于亚健康状态 再加上人们劳累一天后 只想躺在床上休息 房司的兴趣也降低很多 爱次数少了 当然怀孕的几率也就低了 二 喜欢运动 现在的人业余时间 大多花费是手机和电脑上了 真正利用零碎的时间去锻炼的人少之又少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体素质的下降 而这也会给孕育造成困扰 相反一个人经常锻炼 不仅身体素质好身体健康 精神面貌也比较好 心情也舒畅 声誉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些 三 心态好 心态好的人 遇事往往能够自我调节 自我 事压 不会整天愁眉不眨 哀声叹气 这类人对任何事都会抱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同样这份良好的心态 也能帮助他们更容易取得成功 孕育方面也同样如此 心态好的人成功孕育的概率也会高一点 当然一个人的不孕并不完全由生活习惯决定 这与一个人的体质以及是否患病等有很大的关系 因此夫妻双方准备备孕前 除了保持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还应该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 尽可能的排斥一些可能会影响生育的不利因素 如果您有一种新法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